比比东临死之际说出千寻吉的真正死因 他对我说了什么吗 他对我说 哪怕是有罪龙龙的方法 也要将我留在五魂殿 他还对我说 如果我不和你分开 他就会立刻杀了你 那一次不久 我就发现我怀孕了 我恨他 也恨整个五魂殿 更恨这个孩子 我曾无数次试图不要这个孩子 但他将我囚禁在五魂殿中 天天看守着我 直到我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比比东抬起头看向千人雪 我知道 你也恨我 没错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 当初唐浩虽然中传了你父亲 但他最终是死在我手里 是我亲手杀了那个亲手 你恨我是应该的 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更没有经过一个做母亲的责任